欢迎来到他乡明月 听三小姐给你讲述一个真实的美国 嗨 听到我是你的亲人和朋友你好吗 我是三小姐小丽 这个星期可把我累死了 其实呢 这个星期我学校还不是常规的课程 而且只到校四天星期五休息 可是我给累的晕头转向的持续地烧 天天回家到头就睡 有一天从下午四点多吧 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 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学校呢每年的二月初 差不多在情人节这个星期 都有一个星期的独立学习时间 Edependent Study Week 简称ISW 在这一周呢 老师们会安排围绕着某一个主题的兴趣活动 不上课 学生呢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 整一周啊 时间参与某一个活动 我以前呢 从来没有自己单独组织过这一类的活动 都是辅助其他老师 今年呢是第一次 我自己单独做了一个探索中国文化的主题 四天的活动呢 包括中国的美食 艺术 建筑和电影 这些安排 说起来简单 实际操作起来 特别琐碎 比如说你要挑适合给高中生看的电影 准备看电影时候的思考题 要查看地铁的路线 集体买地铁卡 要去研究饭馆和价格 注意食物的过敏 学生要不要吃素 还要和参观地点沟通 活动当天还要来来回回的 安排校车的接送 还要随时清点学生人数 不要落下一个人 等等等等吧 再加上呢 四天里头 有三天就在外面跑 哎呀 我给累得筋疲力尽的 不过 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这次的ISW 就相当于是 一个持续了四天的 跟中国文化相关的Field Trip 虽然参加的学生 不都是学中文的 但这样更有意义吧 你想 这也算是给 学其他语言的学生 一个难得的 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 总之呢 这个星期 套用一句话就是 累并快乐着 说起来呢 我学校的 ISW的这些活动呢 不是固定的 每一年都不一定相同 因为每年指导活动的老师 都可能不一样 就算是同样的老师 他选择的活动的内容 也有可能 每一年都不一样 他这个活动呢 分小学部 中学部和高中部 小学部的传统是 每一年聚焦一个国家 所有年级的所有活动 都跟这个国家有关系 我记得好几年以前吧 当时呢 轮到中国 他们还请我去给他们 做过报告 我还帮他们联系了 DC的金巨社 到学校来做过现场的 讲解和表演 中学部和高中部呢 每年都有二三十个话题 五花八门 有的活动呢 是在校内 有的要外出 还有去纽约 一个星期的 反正呢 大多数都是 社会生活和文化主题 基本上和上课不沾边 学生呢 按照自己的兴趣选嘛 分成不同的组 每一个活动的人数呢 也不一样 少的七八个 多的十来个吧 像我们今年 就有十二个学生 今年的课题呢 有将近三十个左右 什么动物啊 种族啊 艺术 手工 城市生活 美食 还有播客 啊 博物馆 阅读 烹饪 移民的生活 辩论 漫画 爬山 政治聚会 等等 轻松愉快的 也有一些很专业的 比如说 像精神健康 和自我关照 运动后的康复训练 闲理论 我都不知道 这个是啥 视频会议的技术 什么的 啊 还有一个 特别好玩的 是玩电脑游戏的 对 就是你想的 玩电脑游戏啊 我没有开玩笑 你不知道 那个活动 特别热门 抢都抢不上 因为你想 对很多高中生来说 一周四天 每天 光明正大的 在老师的带领下 玩六个小时的 电脑游戏 这是多么奢侈的 一件事情啊 但是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和电影相关的 今年有四个 每一个活动的偏好 都不太一样 一个呢 是西班牙语老师 指导的 通过八部电影 了解八个不同的国家 那个女老师 特别可爱 专门跑过来跟我说 中国电影 她选了李小龙的 一部老片子 还有一个呢 是教电影课的老师 带着学生呢 去制作一个V电影 那个电影呢 是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 会给全校师生 一个链接 会公开展示的 不知道他们今年 选了什么样的主题 还有一个 是科学课的老师 专门讲 电影里的科学实验 好玩吧 还有呢 就是我们 我们也有一天的活动 是看中国电影 我的安排是这样的 周一的主题呢 是中国美食 去一家中国超市 参观购物 去一家中国餐馆 吃饭 再去一家中国的 点心铺子参观 就是我们常去的 大中华超市 台湾风味的小吃馆 大木园 和天一点心铺子 周二的主题呢 是中国电影 周三是中国艺术 去看美国的 国家博物馆的 亚洲艺术博物馆的 中国馆的 艺术收藏品 周四呢 是建筑 去西附近一亚 参观一家 从云南搬迁过来的 中国民居 这几天的活动啊 有很多 让人印象 特别深刻的事情 我先来说说 我们看的电影吧 我们看了两部 和中美文化 有关的片子 是有英文字幕的 就算没有学过 中文的学生 也是能看懂的 一部呢 叫 孙子从美国来 The Great Song Comes from America 讲一个六岁的 美国男孩 和陕西华县 皮影系 老艺人 之间的一个故事 用的是陕西方言 展示了陕西农村的 真实的生活场景 那部片子 学生的讨论 特别热烈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点 比如说 中国农村的房子 都是电影里 那样的吗 中国人到底是说普通话 还是说方言 外国人到中国 说中文 能不能被听懂 皮影系里的皮影 是只做的吗 为什么电影里的爸爸 偷偷地把六岁的孩子 留给了爷爷 而且 爸爸没有按预计的时间回家 为什么不给家里打电话 爷爷呢 为什么要把蜘蛛侠 叫蜘蛛鸡 为什么中国人不喝牛奶 等等等等吧 特别好玩 另外一部电影呢 叫 别告诉他 英文名字叫 The Farewell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里面有很多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因为这部电影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嘛 所以 我学生最关心的是 为什么 医生说奶奶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 可是 到了电影的结尾 说 六年后 奶奶还活着 而且 奶奶到底知道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 他们到底有没有告诉奶奶 她得了很严重的癌症 总之呢 虽然只看了两部电影 可是我觉得我们是达到了我们的目的的 因为学生讨论的很热烈嘛 你可以明显感觉到 他们通过开电影是了解了一些 他们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中国的一面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学生还愿意把这些电影推荐给他们的朋友 不过呢 我觉得第一天 去中国超市是最可乐的 去之前呢 我就给学生发了那个调查试卷 分蔬菜水果 蛋和肉 零食 饮料 熟食 调料 和其他吧 八大类 每一类呢 都列了最常见的一些东西 像蔬菜类 列了白菜 生菜 豆腐 番茄 黄瓜 南瓜 冬瓜 胡萝卜 茄子 辣椒 土豆 四季豆 芥兰 菠菜 什么的 让学生呢 先去找到这些东西 做好标记 然后呢 每一类 再找到至少三个 不在单子上的东西 把名字写下来 回来以后呢 大家一起分享和讨论 说起来呢 带高中生出去 有一个好处 就是 老师是不用全程跟着的 只要把要求说清楚 定好了集合的时间和地点 就随他们去 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嘛 所以 等我一个多小时之后 和学生会合的时候 我就发现 有几个男生 手里都捏着一个 牛皮纸的袋子 刚开始我也没在意 因为老早就说过了 要是学生想在超市买东西 自己掏钱自己买 什么都行 可是呢 我们的下一站 是去一个点心铺子嘛 就在街对面 我就让学生 把买好的东西 放到校车里 但是我发现 那几个男生 手里居然还捏着 那个牛皮纸袋子 我就特奇怪 问他们说 哎 干嘛不把买的东西 放在车里呀 那几个男生 不好意思地笑地给我说 老师 我们买的是螃蟹 放在车里 怕爬出来 原来他们买了活的螃蟹 我说呢 我猜他们几个 从来没有自己去买过菜 更没有买过活的这种东西 今儿有机会买了一只活的螃蟹 就又新奇又担心 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所以就一直捏着袋子 拎在手里 走哪带哪 去点心铺子带着 去吃饭也带着 回到学校以后 那股子兴奋劲都没过去 我就看了他们 对其他兴趣族的同学 夸耀他们手里的活螃蟹 惹得其他同学 一声一声地惊呼 特别逗 对他们来说 这也算是一个 特殊的经历了吧 当然了 除了活的螃蟹 他们还发现了很多 美国店 根本不可能有的东西 比如说牛蛙 牛尾 猪耳朵 羊桃 火龙果 窝损什么的 对他们来说 这些东西是那么的新奇 和不可思议 而且第三天 我们去中国城的时候 在一家商店里呢 正好看到一个中医师 给病人抓中药 治咳嗽的 我就趁机让学生去看 看看中药都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放在一个一个的药柜里 或者那种大的罐子里 抓中药的时候 为什么要用秤秤 一副中药有可能 会有多少味药材 每一种药材的量 是不是一样的 一包中药 要怎么煎煎几次 等等等等吧 就让他们很直观地看到 中药和西药是不一样的 中医和西医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些经历呢 都给了学生实地体验 中美文化差异的一个机会 既开阔了他们的眼界 也了解了中国文化的不同吧 不过作为老师呢 我那天印象最深刻的事 是去看亚洲艺术博物馆 中国馆的中国收藏 在那儿呢 有从新石器时代 梁祖文化石器的玉璧 到周朝的青铜器 北齐的石雕 唐代的银器 宋代的陶瓷 清代的玉器 一直到民国的绘画 每一件都让人流连忘返 惊叹不已 印象最深的藏品呢 有好几件 首先是新石器时代的玉璧 那个时候的玉璧呢 还不像后来的玉器 那么纯粹 大多数呢 还算是打磨的 非常光滑的 好看的石头 就很像现在的大理石 但是呢 也有非常精致的 和后代的玉器 很接近的 比如说有一面玉璧 下面是一个圆 中间呢 是一个小小的圆心 表面上 风布着一个个 整齐的均匀的凸起 顶上呢 是像藤蔓 也像一只老虎的一个装饰 整体呢 是非常通透 大气质朴的 特别的精美别致 你如果仔细看 还可以看到 整个玉璧边缘的线条 并不是很流畅 还有那种手工打磨的 不完美的痕迹 可是呢 你想想 在四五千年以前的 两主文化时期啊 那时候是新石器时代啊 新石器啊 能有什么 成熟的工具可以用 要完成这样一件 精美的玉璧 需要花多长的时间 又需要 多么精巧的手艺 简直是 难以想象 诶 你还记得 玩鼻归照的故事吗 你有没有对 和氏璧长什么样 有过好奇 我有过 我记得我上网查过的 查到的照片是各不相同 也不知道它到底是长啥样 但是呢 就查到的 和氏璧的图片而言 不管是哪一款的啊 都没有这块 新石器时代的玉璧精美 所以 我觉得这块玉璧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 价值连城了 还有一件 印象深刻的藏品是 西周时期 用在鲁上的一个装置 鲁就是上面一个奴里的奴 下面一个弓箭的弓 是弓箭的一种 那是一对青铜器 主体呢 是龙头 从龙的头下往前 波浪心的 生出一个长长的蛇头 设计非常流畅 就好像是一条蛇 探出头去查看前面的动静 这个装置呢 到底是装在鲁的哪一个位置 是做什么用的 我完全没有概念 网上也没有查到 而且呢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龙蛇一体的设计 也许是我咕噜寡闻吧 但说实话 看到龙蛇合一的设计的那一刻 真的特别让我震惊 我见过龟和蛇 合一的玄武 但是从来没有见过 龙蛇合一的动物 怪不得中国民间 把蛇叫小龙呢 原来在历史上 是有实物证明的 先不说这种设计的灵感吧 光是在两三千年以前 在没有任何现代科技 和工艺的时代 我们的祖先 到底是怎么样 把那些精美的设计 变成实物 刻上精细的花纹 而且可以保证它 不生锈不腐朽的 跟那些周朝的 这个青铜器相比 唐代那些精美的银器啊 宋代薄得像纸片一样的瓷器啊 都得往后拍 这些远古的艺术品 真的算得上是鬼斧神工了 反正 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它们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 我们回来讨论的时候呢 学生也分享了 他们每个人都喜欢的艺术品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也跟我一样 被那些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征服了 我呢 把相关的一些照片 放在文稿里 你去看 特别好 如果说 亚洲艺术馆的艺术品呢 是鬼斧神工 那我们去看的那家云南的民居 就是真正的人工了 大概五六年以前吧 在DC著名的市地学校 Citywell工作过的一个老师 John Flower 华老师 他呢 曾经负责Citywell在云南的一个中文项目 他在云南次中考察的时候 看到了一所房子 那是一座很新的 1989年修的 融合了汉族和藏族建筑风格的 一个两层的木质楼房 当时呢 是因为受到了洪水的威胁 不得不搬迁 所以呢 他们决定把房子拆了 搬到美国重建 那家房主姓张 他自己介绍说是著名的小说 消失的地平线里说到的 那个住在神秘的香克里拉的土著人 张颖拉居的曾孙 他们从编号拆迁 申请许可证 搬运到落地重建 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现在呢 这家普普通通的云南民居 翻山越岭 远渡重阳 轻悄悄的 坐落在西弗吉尼亚的一大片树林里 其实到现在为止 他这座民居呢 只重建了主屋和厨房 其他的重建工作还在继续 尽管如此吧 可是当我看到 雕刻着龙头和兔子的大门 看到雕花的那六扇厅堂的门 看到屋子里典型的藏族的家具 屋里面的木凳子 木桌子旁边上的那种铁火盆 可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锅子 刻着花的栏杆 木制的摇篮什么的 我都觉得特别的亲切 在第35期 我介绍过中国的灰派民居 整体搬迁到马萨竹塞州的 塞勒姆镇的这个故事 但是呢 这座民居和那座灰派民居 是完全不同的 那个是有官方组织的 花费了一个多亿 整体搬迁的一个工程 是一个完整的建筑 但这个呢 那就是纯粹的民间的私人的行为 人手和资金都是极其有限的 全靠华老师他们 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热爱 这两者是没有办法同人而语的 但是呢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那就是保护中国的民居 并且把它展示给更多的人 就这一点出行 让我觉得特别感动 华老师给我们的学生 详细的介绍了那栋民居 当地的饮食 生活 农业 农居 和建筑 还有汉族 藏族 纳西族 白族 利宿族 融合在一起的文化 还有基督教 佛教 并存的这种信仰 他介绍完了之后呢 给我们放相关的纪录片看 我看了一会儿 悄悄地溜出来 手里呢 捧着一杯 他刚给我们倒的云南红茶 一个人坐在二楼的屋檐下 看雨 就像我们老家的房子一样 二楼的房子外面呢 它留着很宽的那种走廊 雕花的那个栏杆 在这个下雨天 灰暗的这个背景下 特别清楚 雨打在屋顶上 哗啦哗啦响 雨水呢 顺着那个房檐 流成了一条一条线 就像在房子前面挂了一排 亮晶晶的帘子 我看着看着 就好像回到了我老家 就坐在我们自己家的楼眼上 爸爸妈妈好像就在楼底下忙活着 这时候呢 传来了纪录片里的背景音乐 一个特别沙哑的男生 在唱着歌 我听不太清楚 他到底在唱什么 只听见了一两句歌词 什么 在此相会 有山有水 还有我的妹妹 什么 开心吧 别忘了回家 还有你的老爸老妈 特别不好意思 在听清楚歌词的那一刹那 对着那哗哗的大雨 我特别特别想家 没忍住 偷偷地哭了 那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歌 也是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 我回家查了很久 才知道是黑薄荷乐队的 与我同行和 嘿朋友要加油 两首歌 主唱叫高伟 他们是活跃在北京的一个摇滚乐队 我也推荐给你 有机会你去听听 真的很不错的 唉 好 说到这儿呢 这个星期 ISW的流水账也就寄到这儿了 今天的节目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呢 还是要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 也要感谢你真诚的留言 点赞 推荐和评价 咱们下个周末再见 拜拜